2018年,湖北农村小伙裴波和哈萨克斯坦女孩露娜领了结婚证。 之后,两个人在家乡举办了婚礼。 露娜身材高挑,样貌喜人,曾在迪拜做空姐。 中国有句俗话,好白菜被猪拱了。 放在这里,笛者也觉得不为过。 婚后,露娜子去了空姐的工作,定居在了中国。 如今四年过去了,他们的婚姻还幸福吗? 本期最荣誤忌,就带大家走进裴波的跨国婚姻。 1986年7月15日,裴波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,深津杜镇双明村。 裴波还有一个妹妹,父亲是一个裁缝,经营着一家个体裁缝店。 那时候生意勉强还可以,父亲每天都在裁缝店里忙活,母亲没有工作。 除了田间劳作外,一有空就要到店面帮父亲打理生意。 2005年6月7日,裴波参加了高考。 高考时,裴波尽管发挥出了所有水平, 但无奈自己平时成绩太差,最终只考了450分的成绩。 这个成绩只能让他报考一所大专院校。 最终裴波报考了省内的一所大学, 之后他被湖北经济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录去了。 进入大学后,此时的裴波身高达到了1.82米, 篮球打得非常好,热爱运动。 他进入了学校篮球队,还成为了班级里的体育委员。 除此之外,裴波还积极参加校园活动,成为了学校外联部的干事。 大尔那年,在外联部里,裴波认识了一个大一的女孩。 女孩是武汉本地人,身高1.73米,长相也非常好看。 让人意外的是,女孩居然主动追求裴波。 由于两人经常在社团活动中相处,久而久之,两个人就相恋了。 2008年6月,裴波大学毕业了,他不得不告别女友谋求生活。 当时裴波来自农村,父亲的裁缝店早已经被淘汰了,只能靠种田维持生活。 而女友来自大城市,家庭条件也很好,自卑的裴波只好主动提出了分手。 毕业后,裴波由于学历问题,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 因为自己热爱运动,之后裴波干脆转行,进入一家健身房工作。 刚开始,他只能做健身房销售,负责给健身房拉客户。 刚开始,工作虽然不体面,但裴波都坚持了下来。 他从销售逐步做到了主管、经理和店长。 2017年,在朋友的邀请下,裴波又加入了一家赛事承办公司, 主要负责国内一些马拉松赛事的承办工作。 在公司里,他负责场地搭建和计时。 因为工作原因,裴波经常需要到全国各地出差。 这也让裴波的人生有了新的经历。 由于很多马拉松比赛都是国际型的大赛, 期间有很多外国人参加。 为了方便赛事活动进行,裴波自己还特意学习了英语。 而也是因为这份工作,裴波遇到了一生致癌,露娜。 露娜,1992年12月12号,出生于哈萨科斯坦最大城市阿拉姆图。 父亲是亚美尼亚人,母亲是哈萨科斯坦和俄罗斯混血。 所以露娜也算是三国混血儿。 露娜出生时,苏联已经解体。 从小,露娜在哈萨科斯坦阿拉姆图长大。 父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,家庭条件相当不错。 从小露娜也紧一遇时,没有受过半点委屈。 虽然生活富足,父母对她也很疼爱。 在哈萨科斯坦,大家都是11年制的学习制度。 从上学开始,露娜就在一个学校学习了11年。 18岁那年,露娜毕业了。 此时的露娜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。 身高接近1.7米,外貌也非常好看。 因此,一毕业后,她就应聘进入了日本松下公司。 哈萨科斯坦分部成为了一名导购员。 工作时,露娜经常要和外国人交流。 为此,她刻意学习了英语,并且英语进步非常快速。 2011年,露娜因为会英语的原因, 被松下公司调到了迪拜分部。 迪拜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, 这里的土豪到处都是。 而在这里工作,露娜也十分开心。 这里的同事非常友好,都愿意帮助露娜。 露娜也打算一直留在迪拜工作生活。 2013年的一天,露娜在上网时, 刷到了一则空姐的招聘广告。 当时,她觉得自己似乎也可以当空姐。 就这样,露娜报名了。 几天后,露娜接到了面试邀请。 当时露娜身着一身剪装, 通过了严格的面试和鄙视。 最终,她成功被迪拜航空公司录用了。 之后,露娜不得不狠心向松下公司递交了辞职信。 虽然和同事有些不舍, 但露娜更喜欢接下来的空姐工作。 此后三年里,露娜作为空姐飞遍了全球多个国家, 每个月的工资能拿到两万多元人民币。 期间,露娜还谈了一个迪拜当地的男友, 这个男友在迪拜开着一家图书公司, 还算挺有钱的。 不过,到了见家长的时候, 传统保守的迪拜父母还是拆散了他们的婚姻。 因为男友的父母不希望儿子找一个外国人, 更希望儿子找一个当地的穆斯林结婚。 分手对于露娜的打击非常大, 因为她和男友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快乐。 分手后,露娜心灰意冷, 也不想在迪拜继续待下去了。 2017年,露娜辞去了空姐的工作, 回到了哈萨克斯塔阿拉木图。 那时候,她没有正式的工作, 只能靠之前的积蓄度日。 为了换份心情,在朋友的建议下, 露娜来到了中国武汉旅游。 2017年10月, 裴波在工作中遇到了来中国旅游的露娜。 第一次看到露娜, 裴波的两个眼睛都冒光了, 直直地盯着露娜看了很久, 这让露娜很尴尬, 只能对裴波微微一笑。 腼腆的裴波没有选择更进一步, 上前打招呼。 离开后,裴波越想越激动, 明明人家在向我示好了, 为何我不主动一点呢? 这个时候,裴波似乎理解了那个成语, 一见钟情。 为了再次见到露娜, 裴波完成工作后便又来到了这家酒店。 但是, 露娜早已经不知去向, 裴波四处打听都没有任何消息, 失落的她便站在酒店大厅里等着。 两个小时后, 露娜出现了, 裴波很激动, 主动上前用别叫的英语打了招呼。 我能加你的联系方式吗? 我想和你交朋友。 外国女孩一般都很热情, 露娜并没有感觉到惊吓, 反而觉得能认识新朋友是一件好事。 两个人互相添加微信后, 都各自忙活去了。 到了晚上, 裴波和露娜聊了起来, 两个人互相自我介绍, 然后裴波耐不住性子就邀约露娜, 希望可以带着露娜在江边游玩。 但露娜不太确定裴波到底是不是好人, 她拒绝了裴波的邀约。 此后十多天里, 两个人都是通过微信来聊天的。 通过不断地聊天, 露娜觉得裴波是一个很老实的男人。 最终在第十天的时候, 两个人见面了。 见面后, 裴波带着露娜游览了武汉, 还带着露娜吃了很多中国美食, 中国生活的丰富多彩, 让露娜羡慕不已。 当时露娜在中国整整待了一个月, 裴波陪伴露娜度过了最快乐的日子, 让露娜忘却了失恋的烦恼, 迎接了新的生活。 2017年11月, 露娜回到了哈萨克斯坦。 之后, 两个人还在通过微信不断交流, 裴波会给露娜分享中国的美食和文化, 露娜则会给裴波拍一些哈萨克斯坦的雪景, 在不断地深入聊天中, 两个人互生情愫。 2018年1月的某一天, 裴波鼓起勇气和露娜表白了, 而露娜也很快就答应了。 就这样, 一对跨国恋正式开始。 2018年春节刚过, 露娜就迫不及待地从哈萨克斯坦飞到了中国武汉。 这一次, 露娜直接搬进了裴波在武汉的出租屋里, 两个人开始了同居生活。 为了省钱, 露娜改变了很多, 开始穿起了便宜的衣服鞋子, 吃起了十几块的路边摊。 生活虽然简单, 但她和裴波却很幸福。 期间, 露娜努力学习中文, 渐渐的也可以和人交流了。 当时, 裴波已经32岁了, 在中国已经算是大龄圣男了, 她其实早就想和露娜结婚了。 之后, 她在和父母视频的时候, 将露娜介绍给了父母。 刚开始, 父母也担心, 担心两个人文化习惯不同, 担心女孩将来会因为种种原因回到哈萨克斯坦。 但是作为父母, 他们还是选择遵从儿子的想法。 当裴波第一次带着露娜回到老家时, 父母很热情地招待了露娜, 让露娜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 之后, 露娜也将裴波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。 她主动告诉父母, 裴波虽然经济条件不好, 但人老是肯干, 对自己也好。 露娜的母亲没有在意, 只是为女儿开心, 觉得女儿找到了幸福。 2018年10月, 裴波和露娜在武汉民政局订了结婚证, 她们的一生也由此开始串联了起来。 2019年2月9号, 裴波和露娜在公安县的一家酒店里, 举办了隆重的婚礼。 鲁鲁新娘是一个外国人, 当天参加婚礼的人足足有好几百人, 他们都很羡慕裴波, 能娶到这样漂亮的女孩子。 当时露娜的父母因为时间匆忙的原因, 没能来得及办理签证, 也就没有来到现场为女儿送上祝福。 结婚后, 裴波和露娜在武汉的出租屋里生活, 平时裴波需要出去工作, 而露娜则更多时间在家里学习英语。 当然有时候, 裴波也会给露娜介绍一些兼职, 那个时候, 露娜就会担任一些礼仪的工作。 2019年年底, 裴波和露娜和王长阳回到公安县老家过年, 可谁知这一回, 他们夫妻就被迫在老家过了半年的时光。 疫情的突然到来, 露娜和裴波都被封到了老家。 2020年5月, 裴波带着露娜又回到了武汉,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, 国内的很多马拉松赛事都被迫取消。 这样一来, 裴波每个月只能拿到2500元的顶心。 为了省钱, 露娜干脆省吃俭用, 甚至为了节省化妆品, 暗美的她甚至连妆都不化了。 2020年6月, 裴波因为膝关节伤病, 又做了膝关节软骨移植手术。 在医院的日子里, 露娜全程陪护, 帮助裴波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 而这次住院, 也让两个人花光了积蓄。 到了2021年, 裴波逐渐忙碌了起来, 挣的钱也开始多了。 而露娜也不闲着, 有空的时候就到街头弹钢琴, 坐一眼。 输入虽然不多, 但更多的是体验生活的心酸与乐趣。 2022年春节期间, 哈萨克斯坦因为天然气价格暴涨, 当地物价飞速上涨, 也引起民众大规模抗议。 从而导致露娜的家乡阿拉木土停电多天, 一直有和家人视频的露娜联系不上了家人。 为此, 露娜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。 的确, 从2018年来到中国, 露娜已经四年没有再回到哈萨克斯坦了。 异国他乡, 露娜非常不易。 当然, 身边又爱着她的陪波, 她也很知足。